10月9日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董燕平 率团首先飞抵长春 第二天就是民国34年的双十国庆日 代表团举行升旗礼 董燕平说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经过14年的国难 现在重新飘扬在我东北的大地上 董是东北人 想起流亡关内经历的苦难 说到这里 不禁哽咽泪下 气不成声